大家早上好 我回来有好几天了 但是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我在外面待了半年多 我的踏步一直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丢失 就是我的车前面上车的脚踏 但是回来一天 我没有把脚踏收起来 放在车底下 然后第二天就被人拿走了 我不知道他拿去干什么用 可能以为这是没人压的东西 应该是拿去卖废品了吧 所以我要买了一个新的东西 来作为我的配备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里 对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脚踏 那么这个脚踏 我吸取了我上次脚踏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所谓的经验教训 现在要了这个脚踏 上次那个脚踏呢 是他这个支腿呢 是可以折叠的 这个是固定式的 固定式的不能折叠 然后这上面呢 有磨砂纹是可以防滑的 然后有这个小孔是可以漏水的 所以他这个设计也是很合理的 用房车上面很合适 而且关键是他很轻 很轻 沉重的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 没问题 用在这个房车前面当踏步 非常合适 收起来也方便 个头以前那个要小一点 以前那个收起来的时候 我每次都要把它竖过来 然后再往房车里再横过来 不方便 这个就很小很轻了 那么推荐大家以后使用这个东西 那么以后我的卫店里面 也会出售这个踏步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到我的卫店去看一看 它这是不锈钢的 很结实 非常结实 很轻很结实 这就是很大的优点了 这回记住了 不能再放在外面了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的装备 所以这个没问题 Pam 还有 是 o 余